各位,各位參加我們時代講座的朋友 今天的講題是由我來做家族 講我們對中國文化的信心 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呢? 因為大家知道時代講座多多少少都是受近代中國所發生的政治事件、民運事件、文化上的衝突所引起的 特別是近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西方文化的入侵下想發奮圖強 想重新建立我們的信心 於是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時間已經一百年了 一百年來究竟我們是不是已經站起來了呢? 這真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1949年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宣布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很多人聽這句話很感動 覺得我們的苦難 受列強的欺貌、民族直不起腰 應該過去了 我們應該可以直起腰板來做人 但是所謂站起來了究竟是靠什麼來站起來? 究竟是靠什麼站起來? 是不是靠我們的原始的生命呢? 就是靠我們的肉體的力量呢? 還是靠我們的軍隊呢? 還是靠我們的武器呢? 一個民族站起來 其實我相信是很重要的 一個民族站起來 這個民族已經是完蛋了 但是要站起來 要站出來面對 就不只是說我要面對就可以面對 你總有個力量支撐你的 等於你跟別人吵架一樣 你無畏無懼 你朋友或者說外面有人欺負你 那你覺得憤憤不平 或者你覺得被欺貌、被壓迫的感覺 你挺身而出 跟別人對著幹 那你對著幹的勇氣從哪裡來呢? 是不是因為你力量比較大? 是不是因為你懂得武功呢? 所以不怕人 因為你背後有力量 有黑社會嗎? 因為有警察 因為有甚麼武力支持你 所以你站起來那個力量在哪裡? 很多人認識到我們要靠一個力量 但這個力量往往可能就是掃諸軍隊 掃諸警察、掃諸黑社會 或者掃諸武俠小所謂的武功概勢 這些是不是真正的力量? 支持你站起來的力量 是否真正的力量? 暴力、軍隊是否真正的力量? 或者你覺得你有道理所以跟別人喊過? 反而別人沒有道理所以才掃諸武力? 能夠令你站起來的 能夠令你站起來的 嚴格地反省 應該靠的是道理 所謂你以值則氣壯 你的道理不值 你站起來的勇氣都沒有 所以一個民族 暫立起來是很重要的 但問題我們要進一步反思 是甚麼令我們暫立起來? 比如 現在 近八年來 我們做過工作 五四以後 基本上都是對我們自己文化的否定 覺得中國文化不如人 所以我們要學習西方 盡棄其學而學然 將我們自己所有的放棄 但是 文化的否定 所造成的文化的自我否定 對自己的否定 只能夠造成文化上的 所謂異鄉人的感覺 結果你來這個世界 由目四固 就好像你移民一樣 你去到外國 你會有陌生感 你會覺得 很多移民都會覺得 住下去格格不入 你有一種疏離感 這種疏離感 就是所謂 卡牟小說 就是所謂異鄉人 因為那個地方 是你不熟悉的 不單止不熟悉 是你不習慣 不單止你不習慣 而是你不能接受 很多人接受不到 當然你說 我可以改造自己 去適應新文化 適應新社會 你就不斷地自我改造 自我改造 你就否定你自己 你要否定你自己 然後將你自己的根切斷 你自己的根先斬斷 然後去認同別人 所以忘記了自己的傳統 認同別人 都是一種異鄉人的感受 文化上的異鄉人 也就是說將自己 掉在半空 掉在空中 精神掛在半空 上不在天 下不在地 你是無所依綁的 所以一個人 如果 以生活上為例 他走到陌生的環境 他都覺得是沒有依綁 有很大的孤獨感 這個是很大的痛苦 就因為他的孤獨 生活上的孤獨 我們是設想 再深一層 就是文化上的孤獨 我們去的 全部我們不熟悉 他們的觀念 我們是不能了解的 他們的價值的追求 是我們所接受不到的 那你就有這種 精神上無處落腳的那種感覺 你就有這種精神上無處蠟燭 無處落腳 就是這個所謂文化上的異鄉人 在現代的中國 的知識分子 是很深切感受到的 就是可以說是近一百年來 我們不斷地進行自我否定的結果 共產黨來之後 掌握了政權 我在一篇文章裡面 曾經 大家看發現 七十年來的顛倒 那篇文章都是我寫的 可以說出 就是我們知識分子 一個淒慘的道路 就是 政權的改變 政權改變本來最先共產主義 是代表一個神聖的歷史任務 共產主義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裡面蠟燭 是完全是因為它代表了時代的呼聲 這個呼聲就是我們的民族被欺貌 民族要站起來 所以我們剛才說 毛澤東那句話有很大的感動感染力 令人很感動 民族一直被欺壓的時候 你覺得直不起腰骨 你要站起來 不單止是一個人站起來 是我們的民族要站起來 所以先政 先政會追隨一個革命的理想 革命的理想就是要 就是要富國 就是要強兵 就是要國家 要重新在列強之中 得回一席位 也就是我們中國要在世界裡面 站在那裡要立足 等於我們剛才舉移民為例 你去外國社會要站得穩 你要找個地方你落腳 那現在整個中國都要找個地方落腳 不只是你要落腳 如果你晚清的時候 你沒有地方落腳 沒有人看得起你 大家只是打算來掛分你的土地 量奪你的資源 所以這個是民族的呼聲 是中國一個共同的呼聲 而這種呼聲 是中國文化傳統教養的結果 這個民族感情從哪裡來 民族感情從哪裡來 民族感情的來源 是否正是很重要一點的分別 是否正是來源於 來源於我們的血緣關係 因為我們身為中國人 純粹只是因為我們 好像龍的傳人所唱 因為黑頭髮 因為黃皮膚 黑眼睛 龍的傳人怎樣唱 大家都很熟悉 黑眼睛 黑頭髮 黃皮膚 於是我們認同黑眼睛 認同黑頭髮 是不是 那是否因為我們做中國人 我們不是因為中國人而驕傲 是因為我們黑頭髮而驕傲 你告訴我我很驕傲 是因為我黑頭髮 是因為我黑眼睛 這些有甚麼值得驕傲 這些沒有東西值得驕傲 所以龍的傳人所說的歌詞 是一種情感的傳染 但是不能夠 只是因為 他是所說的 這麼淺薄的理由 因為黑頭髮 黑眼睛 黃皮膚 所以我們就很驕傲 沒有可能 中國人之所驕傲 是因為我們的文化的教養 是因為我們的歷史 是因為我們對世界的貢獻 是對人類的貢獻 你一口黑眼睛 黑頭髮出來吃飯 那有甚麼貢獻 只是享受世界 那有甚麼貢獻 只是膨脹你的慾望 拿世界的東西 拿社會的東西 那有甚麼貢獻 真正的貢獻 當然不是這樣 是因為你生出來 在這個文化 在這個民族的歷史傳統之中 你對世界有貢獻 這個貢獻當然是從文化觀點看 從歷史觀點看 所以如果你說做中國人的驕傲 這個驕傲不可能是因為生物的理由 有一種是黃皮虎的黑頭髮 這個是笑話的 這個是客藝的種族主義 而且是掃除生理主義 這個是不是一個很堅強的理由 這個真正的理由應該是我們的歷史 是我們所給予人類的一種智慧 例如我們政治活動的智慧 經濟活動的智慧 經濟活動的智慧 人生活動的智慧 藝術活動的智慧 乃至思想活動 宗教活動的智慧 是這些豐富了人生 是這些給人一個光明的道路 是這些 這些才是中國的貢獻 難道中國的貢獻是因為我們黃皮虎嗎 這是絕不可能的 因此 近百年來文化上的自我否定 完全是因為民族在與西方的交往之中 喪失了自尊心 這個大家很清楚 自卑 所以共產主義說要將我們帶上一個 富強的 能夠獨立的中國 說獨立 就是民族要獨立 就是這個意義 的確是民族要獨立 亦要受苦的人 受壓迫的人要解放 國家要解放 這個是代表一個神聖的歷史的任務 所以知識分子在這個時候 他就會忘記了共產主義背後 他其實是講共產主義 他不是講中國文化要站立起來的那個意識 只是毛澤東巧妙地利用了這個民族思潮 利用了我們傳統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提供的那種民族思想 中國人一直有這種民族思想很強烈 民族的感情非常之強烈 故鄉的感情很強烈 故土的感情很強烈 然後 奪取政權成功 於是我們的知識分子並沒有看清楚 他背後賣的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歷史上 在一個神聖的方向下面 的一種的扭曲 一種的顛倒 這個是一種顛倒 結果不斷地對自己的文化進行批判 不斷地斬斷自己民族的根 民族的根就是在文化 剛才說的不是在生理關係 不是因為我們是黃種人 你將民族的根斬斷了 民族的智慧之根斬斷了 於是我們不要自己的智慧 不要自己對人類的貢獻 就是要別人的東西 本來別人的東西是好的 我們也沒有拒絕的理由 但是不一定要將自己的東西 完全否定 完全斬斷 當時 其實 其實不可不知 不過這個我會抄開一個問題 不過既然講到提兩句 其實當時 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的 最重要的口號 都是要講民主 馬列主義 宣稱要建立的 是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 他說資本主義的那些是假民主 因此他就建立真正的民主 而且認為是不需要有軍隊 不需要有武裝的真正的民主 真正的民主要武裝做甚麼 要軍隊做甚麼 這是馬克思本來所追求的真正的民主 中國共產黨在他革命的過程之中 多次指稱國民黨是扼殺民主 多次說他是獨裁專制 於是學生運動 歷年的學生運動 不是少 靠學生運動 靠民主的呼聲 靠這種潮流的價值觀念 民主是一個 當時是不可逆反的潮流 於是革命勝利 但是歷史當然現在看來很悲慘 因為爭取民主的理想 到最後在中國沒有落實 六四事件大家覺得 於是又再回復專制獨裁 或者一早已經回復 不過大家未看得到這麼赤裸裸 這麼殘酷 現在我們再重新又再看到 因此有很多知識分子 特別是大陸的學者 就說為何會這樣 5月17日嚴家琦那班人 所發表的一個宣言 就是說現在我們還在一個 沒有皇帝投銜的時代 但是仍然有皇帝 沒有皇帝投銜 但是仍然有皇帝 就是暗示我們幾千年來 都是這麼專制 一開口就是五千年來的專制 三千年來的專制 三千年來的獨裁 這些將中國的歷史文化 全部用一個簡單的語言總結了 作了很大的誤導 當代的知識分子 特別是大陸的知識分子 對中國文化 現在可以說是攻擊得體無原乎 但是這些是代表改革派 包津遜、金觀圖、嚴家琦 現在所指明清算 或者是觸拿緝拿的改革派 幾乎無一例外 都是對中國文化 提出尖銳的批評的知識分子 由於他們已經處於被 被通緝的惡劣的命運之中 惡劣的慘惡的處境 因此我們有時也不免 不會批評他們的話 要同情 但是站在講學的立場 觀念必須清楚 這些觀念不可以再繼續這樣 留佈下去 好像何湘的觀點 不可以再讓他繼續留佈 指鹿為馬 我們如果利用文化上的一些觀念 來進行政治上的鬥爭 這個更加是一種污染 比如說何湘就是改革派 支持趙紫陽的觀點 故意這樣說 這個就是把文化變成一個子彈 變成一個彈藥 進行政治鬥爭的彈藥 這個 在不民主的國家 有時不能不借用其他語言做彈藥 情有可原 但是出來的惡果 影響會很大 所以在自由講學 在我們今天 還有這個自由 發言 還可以理性地討論的地區 就應該 回復真相 就應該 運用我們的條件 進行知識上的客觀上的探討 不要 將這個錯誤的路繼續走下去 所以我今天講的第一部分 所以說文化上的異鄉人 就是 否定了自己的文化 我們的精神會變成一個異鄉人 我們會周圍去找世界文化來認同 周圍去認同別人的東西 自己的東西是不是不好 都沒有空去看 所以就很愚昧 一個民族 我們看歷史上 一個民族 或者看世界上 任何其他民族 沒有一個像中國那樣 這麼自我否定 自己批評自己 自己 侮辱自己 這麼厲害 沒有 我們比例看猶太人 我們未必是贊成猶太教 但是以色列人兩千年的流浪 居然可以復國 他所靠的 難道只是靠生理因素嗎 他所靠的就是他的宗教 就是文化 他那個文化的力量 營結得很穩 他通過他的文化 他的宗教 將他的民族結合得非常之緊 所以他仍然有力量 雖然人很少 一樣有力量 力量是在於他這個民族自己的 內部的團結 而不是在於 不是在於黑連外面的世界來支持 外在的支持是無用的 人家支持你是基於利益的 支持你是基於他自己的利益 中國文化所講的那種道義之交 在國族 在國與國之間的利害之中 是很難找到的 意思是 在現在我們講自由民主的時刻,究竟瑜伽是否中國文化比較寬泛 中國文化的主流一般是瑜伽,然後再看道家和佛教,余式道 再看寬一點就是看我們韓非的法家,甚至看墨家,都是在文化裏面有很大的影響 法家的影響當然很大,我們第二次和孫正先生說,法家的反民主思想其實從法家來 影響當然很大,墨家也影響大,墨家一般以為沒有什麼影響 其實可能對於我們的社會有很大的影響,特別後世的江湖上的幫會組織和商團 所謂出外靠朋友,這個朋友之意,往往是墨家的思想下來 這些說我亦都沒有時間去發揮它,不過中國文化當然如果從全部內涵來說很豐富 但是你總是要分出主從,或者分出哪些對我們的文化影響是基於主流、基調、基層的位置 沒有辦法不提出瑜伽,所以在有限的時間裏面,我們講中國文化往往以瑜伽做代表 這個是值得,這個是可以接受,或者是可以這樣運用的 所以我們的講題也可以在這段裏面將它縮為,就是瑜伽的思想是否反自由民主 我們講自由民主,往往認定瑜伽是獨裁,是專制,是家長式的統治 這些我們剛才說,那個影響破壞的人,那個後果很嚴重 實際上是太簡單化,這些問題太簡單化 是不是這樣呢?我們不妨再看看那個真相 第一個問題,我們說瑜伽的思想是否反自由民主 民主的思想,我們回顧在西方的過程 它是由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出來的 諾克是一個很重要的代表 石仁康博士在這裏介紹過諾克的民主 民主的思想和公正分配的原則 大家還記得他提到諾克所講的所謂自然法 這個natural law 認為在前政治的時候,政治組織還未發生的時候 人生活就是一種自然狀態 所以在自然狀態之中,人是擁有他一切的權利 這些稱之為自然權利 這些自然的權利就是生存的權利 以搬遷的權利,乃至支配他自己的私產 或者他勞動所得的權利 勞動所得就是他的財產 應該他有支配權 這個自然權利的維繫、維持、保護 以及發生衝突的時候需要一個裁決 需要一個仲裁,於是產生了政府 由這裏政府是我們委託他來進行自然權利的維護 以及有紛爭時候的仲裁 因此是一切在自然狀態中的 擁有這個自然人權的人 人的權利 這個自然權利的人 所委託他們 所交託他們 擔任這個角色 所以政府只是一種契約下面的產物 這個就是現代民主很了解這個政治上的契約論 通過這個契約的關係 於是人民 所有的人都去脫離那種自然狀態 進入一種公民社會 在這個公民社會裏面 人人都能夠 人人都能夠維護到他的權利 而且最重要 就是要當有衝突的時候 通過說理的方式 通過討論的方式 來解決 通過討論的方式 通過說理的方式 令到人人的理性活動 得到實現 和所有的衝突矛盾得到解決 所以克格爾說 在民主政體之中 人人才能夠得到真正的自由 這個自由 就正是以民主的方式來達至 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看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民主的政體 民主的生活 民主的方式之中 最重要的條件 就是先要假定人的理性 人是一個理性的存在 人是一個理性的存在 所以人才會討論問題 才會從這個理性的途徑來解決 如果人是非理性的話 不可能有民主的社會 所以人人的理性 人是一個理性的存在 人人是一個理性的存在 所以人人是他可以自己選擇 自己主宰 自己控制 自己弱制他自己 諾克又認為 在自然狀態 人就是依理性而生活的 當然有些哲學家 不一定這樣看 例如Hobbis 博博士未必這樣看 但基本上 我們 是會接受 會接受這個看法 就是在民主社會之中 人的理性 是一個重要的條件 基督教的倫理 特別提出了良心 特別提出了人對自己的自我控制 所以他的倫理是一種自主的倫理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偉伯所說的基督教的倫理 他甚至進一步認為 基督教的這種自主性的倫理 自我控制 乃至這種控制 對社會的控制 而產生的一種資本主義的社會 而產生的一種資本主義的制衡 就是偉伯的理論裡面 所自力解決的問題 這裡講明了什麼呢 講明了在民主社會裡面 其實是需要每個人都有民主的自覺 就是需要理性 就是需要他自己的心靈 有自我主宰的能力 就不是純粹只是一個客觀的外在的制度 就可以是民主的全部的涵義 大家現在講民主 很容易就先到法制那裡講 法制的最大優點就是他能夠限制權力欲 大陸的知識分子很早注意到這樣 就是因為人的權力 的慾望 一直膨脹 沒有一個客觀的方式去制衡他 Balance 所以我覺得這個制衡很重要 法制就是因為他能夠制衡三權分落 他有一種制衡 使人的權力欲望不可以無限地膨脹 無限地膨脹 中國的問題 中國的政治之所以走上專制黑暗 就因為皇帝的權力沒有辦法 折制 所以皇帝可以為所欲為 他在法律之上 他是立法者 他是執法者 他是監督 他是最高法官 所以 中國的文化 在近代學者之中 就充滿黑暗 充滿專制 充滿獨裁 都是著眼在這裏 就是著眼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覺得 我們人 我們的文化只有人治 沒有法治 我們要學西方的法治 這點 初步聽是不錯的 我們要有西方的法治 初步聽是不錯的 但是法治 如果純粹是理解了一種外在的關係 外在的法律 的約束 這個顯然是不足夠的 純粹作為一種客觀的約制 客觀的制限 你不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這樣 你過了你自己的權力 侵犯到別人的時候 有法律的制裁 作為一個權力的制限 個人欲望的制衡 作為一個限制性的表現 的確很有意思 但是純粹是外在的制限 是不足夠的 所以基督教在這個地方很有意義 他講自主性的倫理 人家要通過反省 人家要通過反省 人家要通過反省人和上帝的對立 人和上帝的關係 來自我抉擇 所以這個責任 是在你自己身上 這個自我抉擇的觀念 先將那個法律的基礎 將那個民主的思想 直跟到人的內部 民主的思想 那個根要去到人的內部 而不是只是一個外在的 給你一個客觀的位置 所以在這個地方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人要去到這個自主 就要講自覺 就要講人的那個所謂真正的自由 不是一種純粹外在的自由 如果說法治 只是給外在的自由 這個不是真正的自由 自由者就是從你的內心發出來 你所選擇 你所要求 乃至是你所創造 人人自由 這是什麼意義 就是人人要通過他的自覺 通過他的理性的活動 發出他自己的意見 然後通過這個理性的方式 有一定的客觀的程序 來解決那個紛爭 比如用這個投票的辦法 解決紛爭 用這個表決的辦法 少數復常多數的辦法 來解決紛爭 這個就是理性形式 這個是理性形式的一種 通過理性形式 人仍然是自由 因為自由 不可以說 任意的自由 如果任意的自由 就根本沒有任何秩序可說 那些審婚仔的自由 審婚仔的自由 審婚仔是扭買玩具的那種自由 我要買這個 我要買這個 不買呢 我又不行 我又不走路 我又不吃東西 結果你怕了他 就買了 買了 那你說審婚仔他都自由 結果你的爸爸不自由 他就買你服從他的自由 有這樣的自由 沒有意義的 這些任意的自由 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自由要通過理性的形式 來實現民主制度 但是純粹在制度本身來說 你是外在的 這個是不足夠的 你必須要自己自覺地去接受這種制度 去承認這種制度 使這個制度有一個客觀的基礎 客觀的基礎不單是法律的基礎 還要在人的內心裏面去接受這件事 這是一個道德的基礎 這是理性的基礎 法律不可以沒有道德基礎 不可以沒有理性基礎 通過這個人的自覺去認同這個設計 認同這個民主的政制的設計 民主的選擇方式的設計 於是每個人都是理性地站起來 即是不會再用暴力 不會再用野蠻方式 來表達意見 和解決困難 解決衝突 每個人都是用理性的方式來解決的時候 人人可以通過理性的方式 理性地站起來 就不會有委屈感 你輸了都沒有委屈感 表決輸了 你不會覺得在這裏很失威 不會覺得自己是錯 或者是甚麼 你應該有這樣的風度 因為這個是理性方式的安排 你應該接受 如果你都不接受理性的方式的話 表決完了之後你又不服氣 結果訴諸暴力再打過 那哪是民主呢 民主不單止是一種量的表決 他最重要背後所代表的理性形式 是一個理性的形式 但是人要知道理性的形式 有解決問題 你就要承認這個形式 那你自己要承認 就要靠你的理性 靠你的道德意識 你接受覺得這個是好 是對 是正確 是對 這樣才可以稱之為人的自由 自由不會是任意的自由 人人自由就是要說 人人都要通過理性的形式 這樣就是自由 這樣就是自由 要不然怎樣理解自由呢 在這些地方裏面 我們說 跟儒家是一樣的 儒家所講的自覺 亦都是要求我們人人能夠自覺地 理性地站起來 一樣 偉伯研究中國文化 他都說儒家是理性的 不過他認為他的理性 是從禮制 他只是從他社會學家 他就注意那個禮節禮制 他從禮制那裏看 他覺得禮的形式 都是一種理性的形式 但是他覺得這個外在 就缺少基督教那種倫理的自主性 他說中國人沒有倫理的自主性 只是一種外在的制約性 外在的規範性 就是魯迅所了解的那種中國文化 就是那種所謂吃人的舊禮教 將禮教變成一種外在的壓制 規範人的形式 如果規範人的形式的話 那就痛苦了 我也不想這樣 結果那個禮制規定我要這樣 結婚的禮制一定要三書六禮 少了一樣 又說出嫁的時候被人指著來笑 少了個手續的 他沒有過文定 他又怎樣怎樣怎樣 說到你結婚生了 還可以說 說你以前怎樣怎樣 你走出街都沒有勇氣 所以韋伯就注意到這些情形 這些情形就令到你那個文化 純粹是外在的強制 就沒有基督教的自主性 但現在我們很清楚韋伯是錯的 韋伯根本是錯的 儒家怎麼會不講自主性 因為非常講自主性 黃耀明講良知 孟子講聖善 孔子講我欲人 私人志義 孔子很清楚講出 人而不人如禮何 人而不人如惡何 徒有禮樂的形式 如果沒有人的本質 沒有人的自主的選擇 這種禮樂是沒有意義的 這個禮樂是沒有意義的 禮樂一定要有意義 就不是只是形式 一定要有實質去充實它 這個實質是什麼實質呢 就是人的本質 就是你要接受這個形式 而且覺得它是一個合理的形式 就是通過你的道德理性 來跟這個外在的禮制 當時的禮制結合 所以孔子沒有說禮制不可以改 沒有說禮制不可以改 因因於相禮所選職可知也 但是周恩於恩禮其所選益又可知也 及其繼周者雖白勢可知也 即是說禮的恩誠恩習 它是可以恩時制而地修改的 孔子說得很清楚 可以選益的 因為禮的本質意義不是在形式之中 禮的本質意義是在性情 所以儒家所說的聖情之教 是真聖情講 你要有這樣的實質 有這樣的聖情才有這樣的表現 所以說人而不人而禮何 又說賄事後訴 賄事後訴 禮後扶者 人要有這樣的本質 然後有這樣的外在的禮 去充實它 去發揚它的聖情 等於我們畫畫一樣 畫畫一樣 先打好底 然後再上顏色 有這樣的底才行 有這樣的品質才行 然後再加顏色才好 所以人有這樣的品質 然後再用禮來表現它 那才是人的生活 這種聖情之教是孔子講的 孟子繼承 在中國文化裏面是主流 大學裏面所講 甲物置之誠意正心修身 齊花持國平天下八條目 很清楚 天智天智之之書 有人一是以修身為本 先要你自己修身 修身的基礎在哪裡 修身不是純粹 只是一種 好像羅馬所講的 或者西方人比較強調所講的 只是一種文化的教養 西方文化羅馬都很著重文化的教養 就是客觀的法制 西方法制的觀念受羅馬法影響很大 自然法和羅馬法的關係很深 但是這種客觀的教養 可以說都是外在的 就是一些規矩 一些禮節 吃東西的禮節 和宴飲的禮節 人與人相交的時候的禮節 怎樣代客 怎樣代朋友 那如果你純粹作為一種禮節的話 就很外在 這個就很外在 所以你說修身 如果修身純粹只是作為一種外在的教養 這個人很有教養 比如英國的皇室很有教養 你出席晚會應該穿什麼衣服 這些都是一種教養 人家跟你聊天的時候 你應該怎樣回答 又叫有教養 人家甚至沒有諷刺你的時候 機微笑 你怎樣幽默地回答 但是不可以直斑斑地罵人家 你為什麼要諷刺我 就不可以的 你沒有教養 你不可以立刻反面 你聽到別人的意思的話 你應該用很有禮貌的說話回答他 不過那句說話有骨 這也是教養 你不可以抹臉 不可以赤裸裸地吵架 在武會之中 或者在政治的場合 在外交的場合 不可以的 這就是教養 沒有人否認教養 但如果教養純粹外在地看 教養是什麼來的 只是一些 批具一些禮節嗎 只是一些禮節嗎 例如你去武會的時候 一定要男生請個女生 去家裡接他 然後走的時候送他 你說男女平等的 你就自己來 你走的時候 就自己扯吧 關我什麼事 這些就是禮節 很簡單的禮節 如果這個禮節 你不去思考 純粹為禮節 而禮節 就是形式主義 是沒有遵守的必要 形式主義有什麼遵守的必要 為什麼要接 為什麼要送 根據理由 你說女生身體弱一點 你說真的不是 她用重過我 怎麼會弱過我 她用肥過我 她又健康過我 所以不用送 不用接 這個是沒有關係 跟她健康 所以你要問個理由 教養要問個理由 你會發現 你根本不知道個理由 所以教養純外在地 說的時候 你就找不到個理由 你不知道個理由在哪裏 現在說 修身 修身的基礎在哪裏 修身基礎 不是純粹是一套外在的教養 它是講這個 誠意正心 首先要把念頭要端正做一種革密自知 誠意正心 就是一個內在的反省工作 當然現在我們聽說 這個人太道德 重點 怎麼做一來的 革密自知誠意 一天要誠意 一天要找自己的念頭正不正確 念頭正不正確 你會覺得很痛苦也不定 但是你做不到 不表現這件事就是不對的 你放縱一下自己 不表現 誠意正心 是不對的 你可以放縱自己 尤其在現在的自由民主 社會裏面 它不問你內在動機 所以 人的內在部分 除了基督教 能夠提供自主性的倫理之外 你說純粹自由民主的社會 純法治的社會裏面 根本不理你的部分 所以西方的自由民主要跟宗教結合 你不跟宗教結合的話 自由民主 可以說是 結骨論為一種 人的慾望的工具 伸張自己的慾望 滿足自己的思念的工具 其實現在美國很清楚是這樣 美加的所謂自由民主的國家 很清楚是這樣 唯一能夠平衡 平衡的就是靠宗教倫理 但是西方的宗教也很清楚 很清楚 很清楚 所以純粹外在的一種 給你一種自由 給你一種權利 都未必足夠 你必須要進入內心的世界 替這個人權 挖掘一個更深刻的基礎 諾克說天父人權 自然狀態 天父人權 天父人權是甚麼意思 當然你可以用西方宗教 上帝做人的時候 人人平等 那個上帝做人的觀念 叫做天父人權 但是真正意義都不是這裏 真正意義就是人出生 人生在這個世界 就是上天所賦予他的自然權 他就是有生存的權利 有搬遷的權利 有支配的勞動所得的權利 有講說話的權利 有信仰自由的權利 這些就是基本人權 但是這個天父人權是甚麼意思 如果你只是理解做法律保障 那這個就很外在化 很外在化 你必須要了解這個所謂天父人權 實際上是天父與你這種 天父與你這種 就是自己能夠主宰到自己的生命 自己能夠負責自己的行為 是你自我負責那一點 你自己負到責任那個 你自己負到責任的話 那就要自覺 如果你不自覺的話 這個只是一種機械性行為 社會性行為 就是說剛才說 你要接他要送他 你都不知為甚麼理由 這個怎算是你真正明白的意義 你不明白 你真的很外在地 因為人人都這樣做 所以我這樣做 只是一種禮節 這不是一個意義 所以你必須將那部料理 為甚麼 那你就要進入到思想上的自覺境界 這種自覺的能力出來了 才可以自己負責到自己的行為 自作主宰 所以講到自作主宰這四個字 實際是中國文化的特場 中國文化的特色 中國文化就是要講自作主宰 每個人都要自作主宰 不要毀過他人 不要將我過失 不遷路 不易過 你不要將我過失 毀過他人 要自己承擔 所以就即是說 要自己站起來 所以這個站起來是甚麼意義 我們剛才說 站起來不只是說 我好打 我有武力 所以我不怕你 所以我站起來 不是這個意思 到現在人來說 因為我有軍隊 所以我不怕你 所以我可以大聲 大聲說 我是要這樣 那你怎麼辦 你為甚麼這麼野蠻 那我是這麼野蠻 那怎麼辦 幾乎要這樣 如果不是 因為我有核彈 你有核彈我夠有 你扔過來我 我扔回那邊 現在國際的和平是這樣 因為你有核彈我也有 所以你不敢扔我 我不敢扔過來 現在的和平是這樣 現在的世界和平 你猜現在的世界和平 是因為我們真的講基督的愛 講上帝的愛 講慈悲 講人道 所以我們有和平嗎 現在事實不是這樣 事實美國和蘇聯能夠維持和平 不是因為講人道 不是因為講愛 是因為如果你動手 我還手你都不行 是報復力量 所以大家要分泌競賽 即是說你有八萬軍隊 我有九萬萬 所以你差不多 你不要動手 打過才知道 最後可能同歸於盡 現在人害怕同歸於盡 所以才不動手 如果明知打贏你的話 他就會打你的 他會欺負你的 所以每個人都快點 建立自己的軍隊 快點建立自己的核子力量 加入核子俱樂部 這樣才有安全感 這是好笑話 好笑話 窩拼 是這樣得到維持 所以我們說儒家的觀念 真真正正講 人的自由 人是一個自由 因為人 他應該通過他的自覺 通過他的理性活動 承擔他自己的責任 不要將個角色推給別人 人人都能夠這樣來站起來 這樣叫做人人自由 這樣才是人人自由 人人自由 不需要通過政府的力量 不需要通過權威的力量 通過自己的自覺 然後出來承擔責任 這個才是 因此 這個意思 我們舉個例 例如說大學之道 在明明得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 朱希注解的時候 就說親民不是親民 是新民才對 在新民 在新民就有一個嚴重性 那怎樣新的老百姓 怎樣把老百姓 重新改造 新的老百姓 於是 用共產主義的方式 我們講新的哲學 新的主義 講新的主義的時候 我們叫做新中國 那個叫舊中國 你們要跟新中國 跟新的標準 認同這個新標準 革命道德 我們列舉一堆革命道德出來 你們要遵守 例如現在 政府說 我們在六四裏面 沒有殺過人 這是新的道德標準 那你現在就要接受 問你是不是 那又是 這是新的道德標準 在這個意義下 變成老百姓 認同政府的立場 統治者要新的老百姓 要改造老百姓 結果新就變成改造 思想改造 要改造老百姓 這樣就很危險 這種新聞 這種新聞 當然在儒家的精神 可以這樣解 可以有正面解 就是說 一個道德的人物 一個有抱負的人物 他可以出來 一來教導老百姓 使老百姓 能夠不斷地進步 都可以說是新聞 即是作為一個作之君 作之師 古人所謂 你出來做群眾的領導者 做老師 你做老師 你教化百姓 都可以是新聞 即是令他們的生命 日日有進步 都是新 但是這種說法很容易被利用 被利用的時候 就認同政治標準 現在我們看到 往往被利用為 認同一些政治標準 所以王陽明駐解這段的時候 他特別說 這個新聞的意義 不是在於新老百姓 是在於老百姓自己伸他自己 自伸 自伸就不同了 就是反省 就變成這個力量 不是由政府來 不是由上面來 是每個人都要做一種 自己努力 自己反省 怎樣做是合理 怎樣是對 於是不斷地向 對的路走 不斷地自我反省 不斷地自我改正自己的錯誤 這樣就變成了力量是你自己來 是你內在的 這是自主性的倫理 真正自主性的倫理 所以王陽明講 量知知學 真真正正的自主 基督教的自主性的倫理 未及得上 瑜伽所講的量知的哲學 這個大家應該很清楚 很清楚的 這個自主性的倫理 真正能夠發揮 還是在儒家那裡 就是他講良知 每個人都是依自己的良知的推動 去認同客觀上的理 去認同神聖的人格的方向 建立他自己的人格標準 建立他自己做人的道路 所以每個人在做人的道路上向前進 這個就是新聞 所以這個意義下 就是人人都能夠自己站起來 就因為他自己 通過他自己的反省 所以他站得好穩 他站得好穩 由此我們說 民主政治 如果真正講民主政治能夠成功 老實講 還要回到中國文化那裡講 真正講民主政治 不單止不可以反對中國文化 不單止不可以攻擊中國文化 還應該接受中國文化 因為中國所講的那個良知的觀念 講那個道德理性 道德主宰 實際上是替法治建立最穩固的根基 講法治最穩固的根基 講民主最穩固的根基 始終是在人人的自己的自覺 去接受這件事 認同這件事 沒有衝突 不單止沒有衝突 是深化了民主 是將民主進一步深化 如果民主只停留在一個法治的話 就只是民主的一個社會的扭帶 集體生活的扭帶 就是用法做一個扭帶 將那些人 將它維繫起來 變成一種集團的生活 就是用這個法的扭帶 成就一種集團生活 但是現在我們問這種扭帶 為什麼能夠建立 為什麼人人都願意遵守這個扭帶 你說 人人自由 如果扭帶 用什麼強制 譬如我們到時要納稅 我不納得不行 為什麼一定要納稅 政府要我這樣做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 如果法的話 你違反法 這個是法治 你說你違反法 就不對了 就會被懲罰 現在問題就是 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要認識 因為你繞稅 因為你是你作為公民的一個義務 這個是理性的認識 所以其實 就是說本來你就要繞的 不需要政府通知你 你應該自己知道自己的義務 這個是你的理性 人是你自己承擔責任的 所以如今就說這樣 你應該自己承擔責任 為什麼有一個外在的規範 你才聽話 沒有外在的規範 你就不聽 那就是你很醜惡 你一定要外在的 身份就是一樣 如果沒有外在規範 你就不交功課 你就會作怪 但是先生定了很多校規 你以前就乖乖地聽 不聽的話 又說寄過 又說一會兒留堂 你以為真是這麼乖 不怕留堂 怕懲罰 所以身份證 是一個嬰兒階段 嬰兒階段 理性未曾成熟 理性未成熟 是用強制的辦法 但是理性成熟 你就應該自覺 是不是這樣 只要他能夠明白 所以瑜伽所說的那個 自覺 理性 道德 這個是一種 良知 就是一種自覺 就是一種 道德理性的表現 他是不單止不同法治衝突 他還是成就法治的本來 不過在我們過去的歷史文化之中 他就是這樣 由於儒家的觀念 他認為人人都具有這種自覺的能力 就是人人都是一個道德理性的存在 人人都知道甚麼是合理的 到他成長的時候他就明白 他就懂 良知是人人有的 理性是人人具備的 他自然知道知善知惡是良知 他自己知道哪是善哪是惡 他自己懂的 所以唯善去惡他懂的 唯善去惡是格物 這種格物自知的本事是人人自己具備的 不是上帝給你的 不是人人教你的知識 照儒家的精義來說 問題就是這 問題就是因為他認為人人都自己具備這種向善的能力 改過籤善的能力 於是 於是就認為客觀的刑罰 法制 法家所講的那套東西 那套可以不存在 所謂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 有此者格 如果你道之以正齊之以刑 就是文免而無恥 孔子講 道之以正 就是將政令交給那些人 齊之以刑 如果不聽的話就罰 結果那個後果是怎樣呢 就是文免而無恥 文免而無恥 即是說 結果一旦罰他不到 他還尖尖自喜 揚揚自得 以為過了關 他沒有道德理性的自覺 他只當客觀規定 客觀規定 人人要付100元 政府假定規定說出生稅 或者假定說 在機場裏面要付上機的人投稅 現在發覺 我不用給你 我上飛機 多好 留了100元 他還很有趣 還認為自己真是聰明 文免而無恥 有幾多個人 沒有加法 上飛機後 回到頭 收小我把我給你 好少 因為他還是客觀 他過多骨 他就覺得果實不在自己 但孔子就說 這樣用刑罰的辦法 最後只是造成無恥世界 所以就要講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 應該講道德的自覺 然後用後天的教養 用教育 用禮 來分逃他 於是有恥且隔 當他去學習進步的過程中 他比不上人 或者別人不犯過失 自己犯過失 他就自己會自己覺得羞恥 然後自己去自動改正 他就有恥且隔 他有羞恥感 然後有羞恥感 就會自己改正 就會自己進步 這個力量就是 從道德心靈那裡來 從道德理性那裡來 這個孔子說得很清楚 很清楚將德治與法治的兩個領域分開 中國文化是講德治 法家說法治 孔子的時代 法家未發達 但他已經預言了 如果搞法戰就會這樣 當然這個法治 和現在的法治 都仍在有一個層次上區分 法家的法治和現在的法治 當然仍有不同 因為法家的法治 韓非子講的套 實際上只是成就一種權術 成就帝王的專制統治 唐先生已經講過 他只是運用一切力量去奪權 去鞏固他自己政治的權力 這個唐先生講過 西方的法治就不是這樣 西方法治根本就是考慮到 掌權者的權力應該有一定制限 掌權者的權力應該有一定制限 是西方民主的一個大的貢獻 沒有任何人可以例外 於是使這個權力有制限 有一個客觀的規定 這是法家所夢想不到的 不過我們現在要講的 就是講孔子所講的得意和法治 基本上這個法治觀念 也可以應用到現在所講的法 因為純粹講客觀制限的話 是不足夠的 是不足夠的 所以我們是想論證 如今所講的得志 如今所講的文化 並沒有抵觸自由民主 並沒有 反為它是深化了自由民主 替自民主 立下更深更穩固的根基 使這個人的權利 人的權利 不是純粹只是 是新將他自己的個體自我利益 更考慮到對別人的尊重 超出他個體的利益 而對別人的尊重 就是道德心靈 就是一種公平 就是一種理性 就是一種自覺 這個要靠反省的功夫 這個我們先講 就是沒有抵觸 而且反為是深化自由民主 替自由民主 立下更穩固的根基 因此今天講自由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一定要歸結到 照我看 要歸結到 如今所講的道德理性的基礎 就是那條根 民主政治的根 除了在法律的層面 在制度的層面 加以建立 加以保證之外 還要將這條根 埋深埋到道德的領域 埋到教育的領域 然後先制民主的制度 先制是穩固 先制會真真正正 有一個普遍的基礎 說可以 bist的 穩固 先制遊 感谢观看